更多有什么读 请在微信 LVNC1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外加子 第388章 隆恩浩荡 洪志皇帝是深有感触的 越是看到了西山 看到那一个个朴实的人 洪志皇帝 便感触越深 或许 他依旧看着暗读上的捷报 这份捷报 真是来之不易 方锦帆对朝鲜国内判断 竟如此精准 太子当机立断 说难听一些 叫做胆大包天 却也不失为勇于承担 还有那个刘洁 真身出关 可谓胆识过人 这些年轻人 胆子都很大 有时他们做的事 洪志皇帝便是砍了他们的脑袋 那也不为过 只是 真的能砍了他们的脑袋吗 就不说诸侯赵 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不说方锦帆为忠良之后 功劳赫赫 刘洁呢 当朝首府的儿子 为朝廷立下如此功劳 有几人能做到 大明这些年来 击毙重重 固然洪志皇帝和刘建等人 妄图要力挽狂澜 可他们又怎么没有发现 在祖宗之法的约束之下 想要改变 是何其难言 深吸了一口气 洪志皇帝笑了 太子立下大功 你不是心心念念 想要做镇国公吗 诸侯赵 眼眸微微张大了一下 诧异的看着洪志皇帝 他原以为接下来 该是父子之间 传统的金星节日了 却见洪志皇帝 笑阴阴地看着自己 目中慈合 你别想不承认 洪志皇帝淡淡地说 从东宫里搜出的印席里 镇国公的大小印章最多 你以为 镇不知道你的心思吗 诸侯赵身躯一震 凤皇真的认可自己 不觉得自己胡闹了 诸侯赵有点不可置信 只见洪志皇帝说 自秦汉以来 太子治东宫 为了就是教授太子 如何做一个田子 可即便选尽天下贤才 来辅佐太子 教授太子读书 可田地下的太子 无用的多 浑溃的也不少 你不想好好跟着 詹师傅汉林们读书 那就由着你吧 如那王守仁所言的一样 知心合一 你既然知道了圣人的道理 有了为朕分忧的心思 这就足够了 朕就赤你为镇国公 从此之后 就以镇国公的身份 为朝廷 小命 太子的职责就是学习 拼命地学习 若是皇帝长寿一些 太子还需有父皇活到老 太子学到老的准备 可这其中的弊饼 却是肉眼可见的 皇帝们大多对太子不放心 不敢让太子真正去做事情 理由也很简单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 无数大臣自然都将堵住 压在太子身上 倘若当真放太子出去做事 用不了多久 许多人便会投身在太子们下 做太子的党羽 而到那时候 皇帝还控制得住太子们 素来帝皇都想尽办法 将皇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即便对自己儿子 都是难以放心的 可洪志皇帝对此 却没有一丁点疑虑 他知道自己的江山迟早 是要给诸侯找的 没有丝毫的选择 何况对于太子的性子 他摸得太透了 他或许有一万个臭毛病 唯独对自己这个父皇 绝无丝毫的心思 洪志皇帝认真地看着诸侯照 说 可你也要明白 你这朕国公若是办杂了什么事情 朕也绝不容计 你想做什么 朕指指你去做 这是因为你是朕的儿子 朕教训你 也教训你许多年了 也不见你有丝毫的悔改 既然改不了 朕还能如何呀 此次流节入朝 你做得对 朕不再阻止你了 你我是父子 你是朕的骨肉 朕没少和你说 朕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吃了许多苦吧 原本朕想的是 天下的苦 朕吃了 让你少吃一些苦 可你既想做事 朕为何不让你去做呢 方继帆 是个还不错的人 还不错 方继帆觉得 这个评价有点低呀 毕竟自己对门生和徒孙们就宽容多了 一般都会说 我觉得你很好 你最好 有他在你身边 朕也放心一些 还有如王守仁 刘杰 欧阳志这些人 他们都出自西山 想来 他们不会害你的 你好好做吧 让朕刮目相看 朕将来 也可以放心了 突然 洪志皇帝咳嗽起来 方继帆台谋看了他一眼 洪志皇帝操劳国政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现在他一番咳嗽 突然又说出这些话 倒是让方继帆警惕起来 朕 真的想歇一歇 有时觉得肩上担子太重了 朕也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分担一些事 朕过功 朱后赵原本偷偷朝方继帆使了个眼色 一副你看我又蒙混过关的得意表情 可听到洪志皇帝咳嗽之声 突然心中已沉 可想到父皇今日对自己的鼓励 突然受到莫大鼓舞一般 动容地说 儿臣在呢 洪志皇帝说 朕会老的 朕已越发发觉 朕老了 而你还年轻 朝气蓬勃 宛如太阳出生 你有这番心 朕真的很高兴啊 说着 眼角突然有着点点湿润 方继帆心里叹了口气 天下父母果然都是一样的 什么天家无情 那都是骗人的 你让皇帝老子只有一个儿子看看 保准这些个太子们 一个一个蹦蹦跳跳 各种作死如朱后赵 怎么都死不了 朱后赵听了洪志皇帝的话 鼻头也酸 父皇 你怎么了 你别吓儿臣 儿臣经受不住下呀 吼端端的 你怎么转了性子了 要不这朕国公 儿臣不要了 父皇揍儿臣一顿得了 他还是 虽懵懵懂懂的年纪 可父皇这话音 就让他既不舒服 洪志皇帝摆摆手说 朕一一决 其实这一次朝鲜过的事 你们处置得很漂亮 朕说了是你为朕国公 那你便是朕国公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不过 朱后赵眼全红了 心里在琢磨 父皇这到底是咋了 越发的看不透了呀 父皇您说 儿臣听着 洪志皇帝凝视着朱后赵 说 朕只是下了赤封你的口语 你是朕国公 朕心里是认的 可是你也知道 祖宗有祖宗的规矩 朕可及大统 上乘天命 下岸黎民 岂可如此而行 将自己儿子赤封为国公呢 啥意思啊 朱后赵有点懵 他不明白啊 你自己说要赤封的 转过头 你说只是口头赤封一下 这没白纸黑字 父皇你不认咋办呢 这名不正言不顺呢 没什么意思 朕就是这个意思 总而言之 赤封的圣旨 绝不可能自隔离出来 也不可能带赵方草拟 朱后赵便小心翼翼地说 父皇的意思是 不能从宫里出来 且不是诱让儿臣 洪志皇帝板起脸 伪造圣旨 这样不好 朱后赵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讨论 方才还感动得不得了 一下子他醒了 这岂不是说 自己事情办好了 伪造的圣旨就是真的 犯了什么错 那便是自己胆大包天吗 那不就是 横竖 父皇你都不吃亏啊 朱后赵悠悠地说 儿臣大得明白了 好心情一下 削减下来 伪造圣旨不好 这是明面上的话 那就是说 私下里伪造 自己玩自己的 想要全天下承认 这是修想 你明白什么呀 父皇明白 儿臣明白什么 朱后赵小心翼翼 看着红之皇帝 红之皇帝便没有作声 算了 懒得过问了 白白手 又看着方启帆说 方启帆也有很大的功劳 该赏一些什么呢 朕还没想好 嗯 再说 还有以后 不可随意伪造圣旨了 这样不好 朱后赵一愣 听着就像是暗示的一位 很明显 他看了一眼方启帆 风海昏猴 方启帆则心中顿时感觉不安 突然有一种即将背黑锅的感觉 可信心想想 不怕不怕 不还有刘锦吗 天大的事 真到背黑锅的时候 也是内丝 先死了再说 不然只顾好吃好睡的 太子的狗腿子 有这么好当的吗 却在这时候 外头传出 匆匆的脚步上 接着 便捐一换管进来说 并陛下 文元阁大学是 刘剑 谢迁 李东阳道 红之皇帝便看了 朱后赵一眼 再次认真叮嘱 记着朕的话 朱后赵想说 其实儿臣还有一点点不明白 可红之皇帝 压根不想继续谈下去 而在此时 刘剑等人 已经入了暖阁了 刘剑着急上火呀 他最近可谓是彻夜失眠 一双眼睛 犹如熊猫眼一般 他觉得这样下去 自己先是命不久矣了 有时在夜里 他会忍不住 来到自己儿子 读书的书斋里 吸了蜡烛 一坐就是一宿 儿子生死未卜 做父亲的 怎么能不痛心 今日突然有宦官 急召三人去暖阁 刘剑顿时意识到 可能是朝行国有消息了 只是如此紧急 不会是噩耗吧 他紧励使自己身板挺直一些 若真如此 自己该如何表现 其实 作为内阁首府的儿子 为朝廷尽忠笑死 也是应当的 更别说这一切都是刘杰的选择 他若真是罹难 做父亲的 也该为他的生命着想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明朝百妻之五 今朝百妙之五 三人 热尔 一座 二座